由香港足球總會和ON.CC東網為大家帶來的 二月份閉門作賽賽事直播 今天在將軍澳足球訓練中心繼續上演 B組的賽事由和庫大埔對著冠中南區 和庫大埔已經出局了 相反冠中南區今場只要贏球 就可以提早兩輪獲得出線拳殺入決賽 所以一開始了,冠中南區的決心也挺大的 但決心大還大 反而入球先的就是和庫大埔 加了樂仔比球球很漂亮 劏穿了冠中南區的後防 孫永也把握了 爆贏比逃,再避過出營的賽子圖 輕鬆射入,九分鐘幫助和庫大埔領先一 一比零,很開心 但是到了18分鐘 冠中南區同一次快速的反擊 菲利仔後場拿到球 放到前場 給位查韋斯去爆 爆贏了表現不錯的馮冠明 輕鬆射入,也是一比一 當時只有18分鐘 上半場比數完結 個別球員對這位新球證有些意見 但是整體上 執法也算不錯 慢慢繼續努力 下半場開之前 雙方球員都會聽聽教練的指示 一些提點 下半場出來開球 戰況其實也差不多 相反 反而宮門和庫大埔還要多些 這場球 看到方進業在中場偷了球 看到隊友走位不適合 自己試試中距離射門 但是考不起蔡子圖 全場射球 其實雙方都過了十次 但是中籠就少了 這一次又是方進業 避過了出營的指圖 想射空門 但是過不了 灌中南區的球員 這一次發開的佛球 何振庭 接應中村發開佛球 一個閃身 就在那個位置 蛾眉魚頂射球 其實漂亮 雖然不中籠 值得一看再看 另一次的佛球 中村直接射去龍門的死角 那球很強 不算太強 但是角度十足 給了蔡子圖一次表演的機會 來到63分鐘再入球 何振庭在中間 引動一次攻勢 離開右邊 接著方正業被中村截了壺 傳到遠處 加錄就接應不到 以為沒有 誰知道原來 孫敏謙走了個漂亮位 替球隊再次領先2比1 大家看看 沒有越位的 後上完全 回開二度的就是 孫敏謙 63分鐘幫黃庫大埔領先到2比1 落後之下 灌中南區就加強火力 先後也換入了子彈 迪亞高 這球波 利亞高憑一己之力 在左邊 搞了兩個球員 鳳冠明 和唐道碧 傳回來 小禁區 子彈一射 就是被 雲美亞斯 護倒空門 第四個入球 也是追平那球 列文 接應角球 其實只是跳頂 麥寶美 騷擾不到他 貼上球 在他的腳下 一射 應該是迪亞高 跌不到 是列文入的 射中柱之後 彈入網 幫球隊追成2比2 之後 當然繼續攻 這球波 是漂亮的 迪亞高 傳到中間 許雲峰 胸口一空 避過雲美亞斯 被小禁區邊的飛鳥仔 怎麼知道飛鳥仔 在小禁區邊 把球射高了 有雀仔飛過 應該被他打下來 陳海柏 把球傳到中間 子彈 差不多最後一擊了 在禁區頂射過去 太棒了 被錢兆芯接實 結果 雙方打成2比2的平手 灌中南區 只有1分 所以 要出線 就要多練一會